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一部 白富美一天花一百万 父亲受不了假装破产的电影 爵士好兵 爵士大土豪本身是为了自己女儿香秀的安全 便找了玉田作为她的私人保镖 第一天上班 玉田西装革履的等待着香秀 不了香秀下午三点才起 起床后便坐着直升机准备过海做头发 而且那是压根没有玉田的地方 无奈之下玉田只能开着车去找香秀 而说到香秀 别看她是附加千金 童年生活过的也是很惨的 最后母亲意外离世 父亲又忙于生意无暇顾及自己 平日里她只能靠消费来满足自己空虚的内心 每天花不够一百万就不回家 这边玉田费尽波折终于找到了香秀 然后还接受安排 也做了个发型 之后玉田便开始陪香秀逛街 大包小包直到拿不了了才行 但回到家后玉田才发现 香秀家里有个房间 专门存放她的战利品 而且都是没拆封的那种 此时大富豪也担心自己遭遇意外 毫无生存能力的香秀 无法在社会上生存 于是便决定锻炼一下香秀 随后她便假装生病 一睡不起 随即联合另外一位老板 准备吞并自己的财产 突然间一切都没有的香秀 只能跟随玉田来到当年 父亲闯社会时的出租屋里 这里的邻居粗鄙自私没礼貌 让香秀十分崩溃 眼看走投无路 香秀突然受到启发 不如溜回老宅 拿几个包卖钱 结果却发现 此时豪宅里早已被清空 还好有两个丢在角落里的小包 但没惊世事的香秀 很快就被骗子骗得一文不剩 玉田为了安慰她 便拿出自己的钱 骗她说 这是自己找回来的 这天香秀不知从哪 摸出了一张借条 随即便找好朋友要钱 但对此朋友却表示 要钱没有 要货一堆 你们想要就搬吧 眼看对方态度坚决 香秀也只好拿货抵债 之后她发扬了老爹的经商头脑 随后带着玉田四处卖货 生意那是越做越好 这把本山叔可感动坏了 之后香秀还学会了照顾人 那是做早饭 捉蟑螂 做群演 纷纷不在话下 而这边看到女儿的改变后 本山叔便决定将女儿接回身边 这也预示着 玉田的任务结束了 但此时俩人对对方 也有了不一样的感情 当然这也都被本山叔看在眼里 于是她便花重金 让玉田带着贾奇儿上演一出好戏 但此时的香秀 早已不像之前那么单纯好骗 在识破了对方之后 玉田也终于看穿了自己的内心 随即便向本山叔求情 最终本山叔终于被打动 同意了俩人在一起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 欢迎自行搜索爵士好兵观看 你还有什么想看的电影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小编会为大家尽快结束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